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零个故事 台南东山有一个很特殊的早餐 当地人叫做麻烦 一碗麻烦20块 搭配几样小菜再加一颗蛋 就是超级丰盛的一餐 因为在外地吃不到 许多游子回到东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吃一碗麻烦 才有回家的感觉 秋天的业界占领人间 哪怕农村人家起得早 总之能在梦乡里 多媚妇几个人都好 偏偏张这里和太太领月值 数十年来 就是从来不吃这一趟 以前我们是六点才开 现在要提前半个小时 五点半客人就来了 以前农村也没那么早 比较可以晚一点 现在那个天气变化了 这个肉本是小学生 妈妈没有准备便当的时候 那时候都没有 没请我们现在有什么营养午餐 对啊 你不然就自己带 不然就是要到外面去赶快买 那时候学生很多 一窝蜂会来啊 会用抢的啊 那是他们那个年代了 我们都五十几岁了啦 提到东山游客想到的是丫头 但在老东山人的口袋名单中 一定有着张家这碗二十块的肉本 清晨四点 老员工负责开火煎蛋炒菜卤焢肉 零月之就得备好本料 开始油炸第一锅的里脊肉 油锅里片片金黄酥香透透 起了锅还要花时间等候 等到多余的油脂滤干 再切成细薄长条的烧肉 那个年代 烧肉饭是孩子的营养早餐 也是田庄人一家大小 必备的点心午饭 现在孩子很小 有时候我都会说 要快七点要快来准备的东西 十年前了 我老公说 没什么孩子要快点 虽然孩子少了 小个人口和过去 不再能互相较量 但父亲俩每天成奇 被妥了菜色还是一样 也不少 鸡卷香肠 烧肉红糟肉 偶尔几盘当季的青叔 再凑几盘花枝和鲁石木鱼块 细心款待的美味大成 尽管酒色缩在 其楼下的檜木橱窗 走过路过的匆匆行人 是不可能多看几眼的 唯有熟门熟路的行家 才懂得挑对时候上门 鸡卷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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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纯粹要吃 燥肉饭的话 就二十三十 如果要做便当的话 就五十六十这样子 都是看你喜欢吃什么 就给你做什么 有点点就鸡卷香肠 烧烧肉 那可能白鸡卷 没人在买的 出的一般 大四个也都有 像这些鸡卷香肠 看口味有的说改好吃 他当时改煮都要很快吃 那叫做三十条 所以台北人都说算 他白鸡卷 都说得很好听 这叫做监察 那都说学理工 其实爸爸主要源自 第一代父亲的好手艺 五十六岁的张震礼 打从年轻当兵退伍成家后 就跟哥哥一起回到老店帮忙 后来兄弟分家 大哥的摊位也就原封不动 搬到老店正对面 同条大街 卖的同样是烧肉饭 同样不挂招牌 价位也分毫不差 却各有族群有待 应该是炒不太多 不过人家在说口味 没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买的东西炒不太多 很多的东西都同样 不过有的就是 这边要买到榜上 对啦 做顾 各人各人的 手楼的没什么样的 做顾就这样 对啦 你看到这个 我老店都晃开了 有没有电视副 都在那里糕饼垫 什么 咱们如果口味也都会叉 一边是繁重调味 唇鲜又偏甜 而这边则是一碗白饭 淋了肉汁 不上肉片 乍看速进入口 却细致爽现 烧肉饭走点已卖七十年 到了张震里和太太手中 却多了一味暖 防部老客人一件橱窗 就像走进家里厨房 老板则是见了人影 就知道该断哪些菜盘 那有个没什么在变 有个来的 他来吃一百回一百回 吃到一百回就 五十九回都没有人家 就都吃 不然我来都坐 我才会再吃三个了 我昨天说我记二次 那不是你记二次好了 他都吃下去 没什么会变 他说我都在几行而已 我菜也是这几行而已 没什么变 就吃了很多 对 他大概会知道 我順便点哪几样菜 你是不是太常来 所以他才会记得 对 是多久来一次 有一个礼拜会来一个两天吧 叫他就可以记得起来 他已经来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就吃了十几岁 你真的生意好吗 不错 很好 你看 从早上摆得真了 哪有可能不好 就是很好吃 真的跟北部的不一样 北部比较像滷肉饭那种的 真的真的不一样 你说你吃多年 吃饭也要吃四十多年 吃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 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 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 那你们都吃这一家吗 我小时候我们来说饭也要吃饭 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 真的喔 那为什么喜欢吃饭也要吃饭 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 儿孙辈从小吃到大 少年给从年轻食到老 长廊下了几张白铁桌 旗旨承满在地人的日常情报 游子们返乡也老是第一站 就往林家阿姨的橱窗报道 回去都说我就 他妈妈你吃饭也要 我吃饭 我去饭也要吃饭 阿嬷會說我煮整桌上菜 都不想跟我吃 都要来你们家吃饭 阿嬷要去匆匆地这样讲 你会带女朋友回来的 会发现的 都我们先发现吧 但是我也不太会讲 因为有时候又带不同个 所以我就不敢讲 因为有时候讲错了 宝稀有水降溢 记忆中的孤香味 之所以养出忠诚的老东山人 一方面也使自夫妻 两个人的厚道与亲善 几十年来大环境连年调涨 张震里和林月之却打 从三十年前 调到大小碗的二三十块 就再也不多收客人的几块铜板 我们是想说农村 比较贪贪 因为做事 有时候这块也有收就好 不然 它可以用量少一点点 那那个价钱最好都不要再涨 饭香汤鲜味美之间 谁说舌尖上的幸福 非得用大把钞票来换 心意足了 香色奇了 属于这里的长明市澎湃 随时开饭 新竹 新普镇 这家柴烧焖机的业者 原本是吹冷气的大老板 现在却站在大火旁边工作 但是他乐在其中 脸上永远挂满笑容 他说有机会 顺利转业就够开心了 还有什么好屋组的呢 一般都要经过烫道才会变师傅 没有创到不是师傅 怕它温度不平均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鸡 鸡也要调整 火也要调整 跟部队预防一样 要稍微调整 因为火的不均匀 我们这样子 会保持它每一次受热都差不多 砖摇里已经够火大 老板刘华柱还要火上加油 鸡要出场的时候 要出的时候也要经过这一道洗礼 因为我最后利用它三分钟的时候 让它蒙火 用鸡油下去蒙火 它皮就变酥了 到最后一道成绩 要出炉的时候 要经过那道洗礼 它汤汁等一下我拿起来 你会看到它汤汁会一直滴 它等一下就滴到底下 锅底我们再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把太油的上面一层 跟它滴起来 就当起火直接用 沉底的留给客人沾肉 这样子就很有感觉了 所以我们的口诀 皮酥肉嫩之多 用闷的到后面 就靠这种炭火去闷 所以它不是门火 门火会把那个血分都拉光了 就炭火慢慢地闷 闷到它熟成 可能花 这第一趟起来可能要一个小时 它稍微做检查 因为看得有没有红红的 因为我们出来就要百分之百 所以再检查 稍微检查一下 完美才能端上桌 刘华柱自豪地说 店里的柴烧门机 还可以骗着吃 哇 这个 还是烧烧烧的感觉 其实它是片鸭的变鸡 对对对 像这个翅膀也是这个酥的 酥酥的地方 就带皮的地方先给它下来 哇 这个再沾一下汤汁 平时一二十汁 二十汁 假日就一百多汁 第一轮的焖鸡很快出清 第二轮的速度得加快 放鸡 放火 放柴 照理说应该是鸡飞拱跳的节奏 但是麦克风的另一端 却传来老板小小声的唱歌声 心情很好哦 柳华柱笑着回答 是啊 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她乐在工作 农庄里的一砖一瓦 都是她亲手打造 长方形的摇 长方形的烤筒 也都是她自己想出来变出来的 我们乡下人我们就用 以前我们老家那边那个大灶的原理 你看我们都有流通气孔 这边进去上面抽 给它这样子循环 然后这个砖其实 一个才三块多 很便宜啊 那这都自己积的啊 这个都自己会 因为我爸爸以前做模板 做水泥 我跟着我就会了 像这个地上也是 自己铺的 自己铺的 跟师傅一起 因为这便宜啊 这一看就是自己做 不是公家做的 所以很分明 柴烧一开始想说就地去柴 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我这边种很多果树 水梨 每年要修枝 那修的枝一大片 那个枝没地方处理 你随便一放火烧就浪费了 早年刘华住在桃园经营缝纫机工厂 后来产业渐渐外移 他盘算着干脆回到新浦吧 老家有地 有养鸡 再加上二十多年前 周秋二日旅游风气正起 所以他拼了几张桌子盖了烤窑 吹冷气的大老板就站在烈火边 挥旱烤鸡 大环境人家都往外移 你会没有工作的 赶快你要找第二村 就是赶快要接下去 因为我们农村就是闲不住了 我们赶快要下一个工作 就赶快先来了 不会觉得说好像老板自己要来烤鸡 觉得自己要调试心情都不用 不会 五个月的鸡 这个是自己调的料 酱汁 蒜头这些 还有酱油 还有一些辛香料下去而已 虽然这个蒜头很贵 但是我们还是要塞多一点 塞两把 因为它这个进去里面 门它会散发出来 第一个蒜头也可以杀菌 然后在客家的元素里面 蒜头 葱 蒜 这些都很好的东西 那你怎么会这个料理 你之前是不是做仿制叶 我们客家从小吃到大 在家都是客家的元素 我们全部融入客家的元素进去 所以就算以前做的不是吃的 但是因为我们对吃有兴趣 去摸索 多年下来 农庄门机 从老板兼厨师一人作业 到现在 刘美的女儿 科技场的儿子 全都找回来帮忙 但是小孩跟太太 都一起来这边工作 对 今年慢慢就是因为 家里需要人手 因为慢慢我们这种免力 也是在交替 给他们学习 一块大地还需要 他们下去耕源 因为不适应吗 他们工作的 因为我们从小做到大 从小做到大 对 所以放假就觉得很害怕 对 因为他们有看到希望 前阵子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刘华珠一度担心 这么偏远的地方 可能连外带都没有人要来 没想到平时累积的 好口碑 好人员 专程到农庄外带焖机的顾客 从未少过 安于每一次起落 乐在每一份工作 这是刘华珠的人生哲学 烈焰下更加耀眼 新浦镇有名的除了焖鸡 市饼的名气也是全台数一数二 这家柴烧市饼已经做了百年 第四代原本想把最后一座柴烧砖拆掉 改用干燥机 但是第五代不肯 宁愿把易检师辞掉 还保证会把东西卖出去 还好姚没拆 因为古早味的柴烧饰饼 根本供不应求 带护目镜 吸气 憋气 刘爸爸自嘲每天在岸上游泳 吹呼气叫好好地进去 所以都憋气进去 憋气气 慢慢吐气 然后再 只要气不要给我出来 所以这个跟泉水一样 对 我刚才会反 你能记得来了 但是为了帮柿子华丽转身 也不得不拼老命 没易窑的柴烧柿子 最少要烤七天的时间 七天烤完一轮 还有下一轮 还不都是儿子的主意 老外一说就来气 这座老窑早就该打掉了 儿子不肯 说要回家接手 甚至把衣检师的工作丢着 亲朋好友看了都摇头可惜 他回来我不高定 他回来帮你 你怎么会不高 我要熬夜 要做熬夜 现在一天吃了四个饺子 左右睡觉 虽然是赚钱 太辛苦了 到现在老婆看到都怕 被老爸刀念者 还不娶老婆的儿子刘文祥 是刘家士饼的第五代 这会儿他正在柿子园里采收 一个人推着梯子爬上爬下 现在爸爸年纪大了 担心危险 文祥坚决不让他再这样劳动 因为有跌下来过 所以后来就用梯子比较多 遇到梯子去不了的地方的时候 就还是会稍微要爬 柿子园就是我们的游戏场 做了几代人了 我们家族对柿子这个柿饼的产业 是会有一份那种比较特殊的情感 这一块家传的农地 刘文祥舍不得用除草剂 舍不得驾鸟网 希望和自然生态更融更好 让鸟吃一些我们也算是对这个大自然 尽一份心力吧 它可以就是帮忙吃虫 那整个果园也会比较健康 把柿子当成我们家的一种 老天爷给我们的赏赐 深秋的酒降风吹来士饼的香气 这是新浦地区的特有细味 光影和光阴静静的在棚架下流动 柿子收进来 削皮 制晒 风干 烘烤 捏压 每个步骤至少重复三到四次 需要耗费大量人力 只是从少女做到白头的老员工 岁数都有了 行动力和眼力越来越吃力 大白天还得带头灯 才勉强看得清楚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中边的才挖得到 才挖得到 这一定要挖平 不然天天市民会刺到手 你就带头灯来看 对啊 不然你看这个灯的方向 太阳那样 不方便 这样子的话 打热就可以马上做 不用找 这个挖了73年 三岁左右就这样打热的话 三岁就派什么啊 对 到现在 对 传统柴烧实在太磨人 刘家仁渐渐改良成瓦斯窑 最后也添购了干燥机 减少看天吃饭的风险 但是改了之后 刘温祥又开始怀念 吃起来有种独特 龍眼香气的古早味 他说服爸爸 保留最后一座柴烧砖窑 还保证做出来的柿饼 一定有人买 前几天啊 我孩子回来 一直做这个 我说 变化一点 就把它复古啊 它吃起来五香啊 像农眼会啊 这柴烧的很好吃啊 结果啊 大家都觉得 我就好好做个屁股 就做做做做 所以你就放手给他做了吗 对啊 他一回来 第二年我就放手给他 去完 讲他不高兴 我就不叫假假 后来他自己发贴啊 他自己靠他自己去经验啊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 我爸没有教我 我只会靠我自己经验 去做 已经这附近了 收掉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都收掉了 现在剩十家 以前都有三十家 夕阳产业 你自己没有挣扎吗 那时候不会怕 不会怕喔 那个时候我想说 这个只要味道 好的味道 总是还是会有 有喜欢的人 对 对啊 刚回来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喔 不就像你要想听起 都是熬夜的古咒 对 刚回来那时候 那个 精英的模式主要都还是 批发为主 对 对 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 就想要说 要帮这个 把家里这个要转型 如果一直持续这样做批发 可能 主要的利润都是 中间的盘商他们赚走 是 对啊 最低 最下沉的这些 我们加工业者 或是甚至果农 对啊 都一定没有利润 新浦镇汉坑里 是台湾市饼生产最重要的地区 汉坑就是干燥少雨之地 秋季的九江风 顺着纵谷地形吹过 天时地利 成就了在地的黄金产业 和百年的牛津岁月 市农万拼命工作挣钱 希望为下一代 挣出更好的生活和教育 文翔也很争气 读到医学院 毕业在大医院任职 新竹和台北其实距离不远 但是传承两个字很遥远 一开始是没有说真的 是要做真的 一开始那时候 去考了三四次的司法特考 那很不幸的 每次都会差一点点 后来想说也许是命 因为回来那段时间 准备考试的时候 偶尔我们还是会帮忙 看到我家里真的是很忙 以前虽然从小都有接触 但是白天我们都去读书 所以你很难体会一整天下来 甚至到晚上 那种忙碌的程度 然后那时候就是 医院的工作停下来之后 就回来准备考试 对 那你就可以真的体验到 那整天那种忙碌的那种程度 对 后来考不到就想说 那也许是老千爷也要 初定就 所以也是 以前阿公也有跟我讲过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在医院觉得工作腻 或是你想要就是换跑道 家里 对 这个饰饼还可以让你养家活口 对 对 那这一段话我一直也还记得 一直记得 阿公都帮你留好路 我想说他大概喂补先知 在世子棚架苦读的三个秋天 刘文翔读出长男的责任 也想起阿公曾经说过的话 所以取者间不再有悬念 更不想留遗憾 秋日 刘家的老宅院 暖金色依旧 柴火依旧 饼箱依旧 人情 亲情依旧 突发奇想也有可能意外走红 像是台北市场熟食摊的紫米芋头糕 突然爆红 配角变成主角 老板说用心制作每一样产品 每个产品都有翻红的机会 还好现在的摊已经从一瓶放大到两瓶 负责量总算可以肩并肩赶工作业 这米芋头是限量的每天 对 就是不会做到太多 然后也会有一些团购的朋友啊 这样子 谢谢大量做团购 烟气缭绕的紫米 串出阵阵清香 白座的公馆该是人车杂踏 可在这儿 却像身处池上的土地 一股米的芬芳气息 随着白糖 橄榄油的拌入 不断不断释出 做吃的就是像那种 食物的魔术师一样啊 但你只要说 会懂得一些基本的它的原理 你只要它的变化一下 这样就会有你的特色 说起紫米芋头 这是林爸爸二十多年前的创作 卖港点的小摊 糯米为主的八宝糕 是众多商品之一 但CP值最低 凭效刺激下才激荡出的小玩意儿 因为我有这种铁盒子 想说不要浪费 他就 因为铁盒子我在做萝卜糕 我以前都做萝卜糕 卖好多 就是因为有铁盒子 想说来试看看 我以前还做红米 用那个 用红色的米 但是比较不讨喜 因为它本身有一点味 那芝米就特别香 成功不是一步到位 口味由咸变甜 形状也从圆变方 才有今天 嘟嘟好模样 调味好的芝米 会和芋泥结合 做土木的儿子宣制 把这制成 导入他的专业所学 你要先放样嘛 你要放样先把地基放出来 然后然后又开始知道 你要怎么挖 然后要做支撑 要做什么 要先想好 一步一步来 然后最后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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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 就跟在做地工 跟土木一样 就是一步一脚印 不要疼快 就是稳扎稳打的做这样 正是要稳扎 在家楼才不会垮 数量越来越大 为了制成 夫子俩增值频率升高 直到这两年 才尋得最大公约数 总得一层确实捏制好 再平衣结合 抽去载体 压得很紧实吗 对 要 不然等一下翻得多 还容易公开 所以第三层 这一层最紧张 最难 对 它可能会一翻一翻就破了 你要边翻边整理 这个是制作这个 最好的方式了吗 目前 我有想过其他的 可是还没吃成功 最完美状态是 软棉芋泥 可以撑起Q彈的紫米 反正你只要芋头控的人 都会很喜欢吃 而且他们家都没有添加 什么任何添加的东西 就很简单 这个非常好吃 就是还不错 就是吃QQ的 对 我平常有看到他在排队 那我是想说 今天好像每人赶快买一买 不用排 谢谢你 谢谢 它变得很长 黑白相间 冲突的美 近年成了疗愈系爆红甜点 台大学生爱 上班族也会光顾 更别说是芋头控 因为有办公室 才解锁 殡仪课 随之来随 他们中午会下来吃 人就很多 还有晚上那一波 那早上就是那个妈妈 婆婆 妈妈们 水云市场 日夜皆美 白天卖菜 用餐时刻就交由 便当热炒店接手 分手熟食的林家 就得在生食热时间 抓到赚钱机会 其实 县兵出身的突击队员 早年林爸爸是便利商店店长 想在工作上有所突破 才会转换跑道 进入总公司的港式点心部门 我推荐说我要去 但是那时候只有缺司机 我就说那我当司机 师傅那些都 我们那个都高薪聘请的香港师傅 刚开始都洗碗干嘛 就是送完货都要帮忙洗碗 后来发现说 就是孩子不穿肯学 后来我还做了那个 中央图房的 就是等于是最大的 后来我就讲说 然后自己出来创业 幸运跟在香港师傅身边 他把握机会学习 据凡烧麦 水晶饺 虾饺 港式萝卜糕 潮粥粽 将这菜 滷味都做得有模有样 就在离家境的市场 挣得一个小摊做起生意 这一做已经迈入三十年 这样子 这样肉够吗 够吗 肉不够的话还有肉这一块很漂亮 好 再来一个肉 好 好 就这样吗 好 像滷味啊 然后炒米粉啊 对 平常还有做那个挖柜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像我们有一些滷鸡翅鸡饺 样式多一点 就是 因为这边上班族也很多 然后他们吃一些便当也会吃腻啊 然后就会想要跳一些小吃这样子 多年来靠着食材堆叠食材 累积时刻对手艺的信赖 紫米芋头糕像是模范生打前锋 不过有更多老菜色 是小潘一直以来的坚持 像是白菜做成的松柏长青 就非常受欢迎 大白菜凉拌新豆皮 熏的豆皮 有机的新豆皮 我市场有种新的材料 就想尝试看看 给客人多一样的选择 是他的创意多还是你 应该是我先创意多 是最早期是做 就吃我比较爱吃 我比从小就喜欢 喜欢做 喜欢炒炒菜啊 做做东西 新鲜献包的手工烧麦 还有小巧适口的珍珠丸 各式各样港点 也只有在这一摊上 才找得到 因为我们家的材料 都是很安心 不是很放心 不是说用不好的东西 都是很安心的 像为什么按酱油啊 都是用好的东西 可以说林家人的点心摊 每个品项都有着生活经验 市场观察 老派里有新鲜感 资名芋头高的创意翻转 让小小滩发红发紫 同样在新竹市场 这个用挖工装的芋头米粉汤 青年级老板坚持自己炸油葱炸蛋酥 熬煮芋头 每个步骤都努力做到最好 而她和太太也从小小的米粉摊 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晚就来替śl王 мотрите 比较ha 你用海外带呢 不用 那我可以用海外带呢 不用 這樣就好吗 好 皇小姐 你先帮我确认一下你点的 没有问题我就再给你点讲 我们真的很忙 所以有时候可能一忙起来 可能你的口气上 或是你的眼神 然后像现在戴口罩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 你真实的是长什么样子 或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你 可是有些可能比较不懂的 第一次可能会觉得 你在凶什么啊 生意忙般的店家有些时候 难免配上一个恰伯伯的老板娘 很不巧的 吴雨珍在网评上 就是被点名的那个 性情真切直爽 呛辣起来丝毫不输给 自个儿练的辣油 但搭配老公的不韵不火 辣就有如融在 芋头米粉的汤头 油亮鲜香 棉松味浓 真是完美协和 很新鲜 而且它这个芋头 就是有融入在那汤里头 很不错 这个汤头很好吃 蛮新鲜的 那它是不是海鲜 下去也熬的吧 觉得真采实料 价钱也还不错 我和妈妈都觉得这个汤头 是很浓郁很鲜的 然后那个米粉的话 也不是我们一般的 仙族米粉 它是比较稍微是粗的 对对对 然后汤头鲜 然后小菜也是很鲜美的 很道地 然后古早味 然后它料非常多 料 晚宫内的华美盛宴 尝过的人通常赞不绝口 客群能够广罗年轻世代 到不分闽南眷村的四五年级生 主要也使自料材时针 例如配料芹菜香菜 必是大把大把的洒 几样古早味元素 像是蛋酥油葱 王胜允就算再忙 也一定当天早起自己炸 至于高汤 就更不可能含糊了 它比较炸的 煮的时间 会比较要我要的 那种蓬松的口感 如果你上下头位 太阳姐 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 一开始就会比较松散 选择芋头型和鸡骨一起熬 一来便于时间掌控 二来味道绿化棉絮 再端上桌 鱼块成形 入口棉烂也刚好 结合松散海鲜 又不管是中卷炉鱼块 味道都极契合 形体看起来新颖 灵魂倒很老派 确实那氛味像极了台菜 白肠芋头米粉 我说我之前待过的餐厅 都有卖这种米粉汤 它只料不都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他们卖的米粉汤 其实点餐率还算蛮高的 那我就觉得我就可以 那时候就想说 把它做成一碗一碗 一个人份来卖 新竹是比较少那种粗米粉 新竹很帅很少 所以说我就用粗米粉 因为餐厅都是卖那种粗米粉 是点人多 论年纪 也许三十几岁在职场上 还算年轻 但以厨房资历来说 王胜宇可是十四十五岁 就进到餐厅打砸了 学了一身功夫 当时只想赶快开店赚钱 于是跟朋友合伙借钱 顶下意大利餐厅店面 没想到最后钱没了 朋友没了 还背起两百万元的债 那时候我们大概 住单线大概是八十平 那时候太年轻了 没有算到 估计成本这一块 还有一些水电费那些成本 店越大那些成本就越多嘛 就是这个水电费 那些就是会更高 可是那时候没有算到这一块 我跟你讲 合伙真意是这样子 我的认知啊 应该是说 赚钱的时候都没话说 通常都是赚不到钱的时候 开始什么问题都会出来 前面都是话讲很好听 我们不会吵架啦 所以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合约方面要谈清楚 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跟真的我们碰到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曾经太过莽撞年轻 但若不是实际牵手闯荡过 又何以了解 年纪虽轻的小夫妻 原来真惊得起患难风雨 也没有说不要 就是说我是疯子 那时候其实他等于是没有钱的状况 就是 是因为我有一部分的积蓄 那一定相对 你就是有决心要在一起嘛 怎么会跟他计较这些钱呢 因为负债 夫妻俩各自回到餐厅上班 只是想不到孩子们 竟然也相继报道 又要养儿又要还债 王胜宇是在师傅的鼓励下才决定 那就再读一次吧 315这边找你们 那我们餐具都在第二层 餐具自己拿 餐具要帮你端到桌上 那时候过程是 因为我还在别的地方上班 老板给我请假 对吧 然后那时候 就去早上去忙完 第二空档时间 回去医院看他 然后下班的时候 又来去弄店 这个 准备要筹备这家店的事情 然后再回到医院去陪他 市场角落 小米粉摊的开张过程 也许亮抢 但也靠着晚工里的货真价实 夫妻两个很快藏清了200万 所以我还是一直警告他啦 我说有一天你不要抛弃我 其实应该是不会啦 只是说他 其实一开始 因为我真的很年轻嘛 我还是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把事业 放那么重 他太少时间陪我跟小孩了 他就说 你以后会比人家好过 所以我跟你讲 我生完第二个到现在 他说要生定赛 我说没这回事 真的不可能 你叫我去死吧 真的不行 你有那么爱小孩喔 没有 那为什么要生第三个 他说以后当员工 比较热闹 比较热闹 他以后可以当员工 可是你可以告诉我 以后当员工是什么东西吗 汤里汤外 总是熬过来了方才狗头 入了位的人生才算绝美 又是谁说 唯有默默不语埋头苦做 才算是成功的奋斗 起码两夫妻也用了不同的方式和节奏 这时责善固执有许多种 北投巷弄内的馒头师傅 年少写其方刚 打架打到入狱 五年的铁窗岁月 他痛定思痛 认真学习一技之长 出狱之后再去上课精进 终于从面团里找到人生的成就和幸福 我们是用纯的芝麻酱下去调整的 吃起来的话香气会比较浓郁 肉包采用温体黑猪肉 前腿夹心肉的部分 八分都是用瘦肉 简单调味就很美味 宜山高山的高丽菜 它吃起来比较脆 比较甜一点 肉包三个 菜包六个 包子馒头内外兼具表里一致 面点达人李承荣功夫了得 店面开在窄窄的肉巷里 依旧能吸引行人来找上门来 我中后来 馒头四个都有 我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吃 他不错 实在真材实料 你真的要找 今天我找很久 找不到 是老面花笑的 所以吃一吃以后不会胃酸 不然我胃不好而吃 一般的馒头不是老面花笑的话 吃一吃会胃酸 能让客人专程从中永和 每星期跑到北投来捕货 李承荣的脚面缸里有两把刷子 黑糖老面和诚意满满的桂圆 加中筋面粉打得火热 除了真材实料 还有诚意耐心在其中 一般发粉它可能发很膨嘛 那卖相上可能比较好看 看起来比较大 但是里面孔洞大 吃起来松松暖暖的 水果加矿泉水泡三天 培养酵母 每天夹面粉打成老面当影子 面团发酵速度慢 酵素作用充足 淀粉和蛋白质里 比较不好消化的物质 酵母先分解掉 因此不容易引起胃酸 膨胀缓慢 口感也较为扎实有嚼劲 面团分割整圆之后 还得要静置三小时 才能进蒸笼熟成 蒸出来皱啊 还是缩掉啊 发过头啊 不够发啊 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 就慢慢经验累积啦 因为有的时候 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啦 他比较没耐心 学这个才配样出来的 大方承认以前很没耐心 是面团慢吞吞的速度 让自己急躁的个性沉浸了下来 三十出头的李承荣 在朋友的眼中 曾经是火爆浪子一眉 头有鸡脚浑身带刺 其实喜欢打架啊 常常都去警察局报到 我老师也满头痛的 差不多十五岁左右的时候 脚车祸啦 都已经和解了嘛 那法官可能认为说 我态度不太好嘛 确实我态度还不太好 我还杠给他三字经 没错啊 那他才一个收容 我当庭就把法警 因为他要过来上套嘛 我当庭就把他打倒在地上嘛 然后那时候 其实原本是要跑掉啦 那因为那时候我爸 他有陪我去嘛 他就眼泪就掉下来 叫我去面对 少年的卡丞三道会 血气方刚 稍微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惨绿少年时期 他打倒不止一个惨字 可以形容 让父母脸都绿了 未成年关两趟嘛 因为那个都是短的啦 少关所可能都两三个月嘛 然后回来之后 保管数报道到一半 然后又一条学校啦 然后打一个同学 打澳住院嘛 后面陆续很多 不要讲那么清楚 后来越打越大条 十九岁入狱到二十四岁才出关 该是人生最奔放的时光 是他最不自由的时期 台东的东城技能训练所 那一次是已经关到第五趟了 所以我就想说 总是要学个一技之长嘛 所以就逼自己 想说去试试看 在铁窗里进修 李承荣出狱后再去上课精进 靠中式餐饮和面食发酵症照 李妈妈特地拜师学艺 学做面点要陪伴儿子 踏出新生的方向 如果重来会稍微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一下 对啊一定会 会改变啦 因为说真的浪费太多时间了 当初希望这个店很闪亮 然后大家都喜欢嘛 李承荣特地在手臂上 刺了颗钻石勉励自己 希望烘焙事业像钻石一样闪亮 但没知名度又为了省电租 躲在神像内 一开始的生意 七七惨惨七七 别说跟钻石的光芒类比 连颗石头的重量都没有 曾经顾整天都没有人 那时候我就是有一度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要弄得那么辛苦 那我想说如果再回头 我不就又退步又重新来了 用时间缓慢发酵 换得扎实细致口感 加上用料实在 黑糖桂圆丑馒头 每一口都吃得到湿润桂圆 是李承荣的招牌品项 靠着回头客 慢慢荡出口碑涟漪 证明在小巷内用心做 还是能吸引哈拉来的试货人 刚做馒头的时候就是说 做得比较丑 因为完全都用手做的嘛 所以形状就是Y7扭8嘛 那后面我做的时候 外观有稍微改良 就是说比较工整 丑馒头其貌不扬 但内在有料 以貌取人的人 就可能错过这丰润滋味 而全麦六坚果馒头 外在一样朴实 一样有内涵 我们这种是吃得到麦的颗粒 然后它咬一下就是一个香气 还不错 因为有一种 有一些麦它比较细 吃不到 那我们这种比较粗 然后坚果的话 坚果也是每一口都吃得到坚果 我们有用六种坚果 杏仁果 杏仁片 南瓜籽 夏威力豆 然后腰果 核桃 对 那就薄利多销 店面不是林大马路 租金省下三分之一 可以让食材用好用满 但没有人朝来来去去 东西做好 蒸好等客人 很容易蒸过头 李承荣干脆主打冷冻商品 让客人自己带回家蒸 也方便宅配 如果想现场吃又愿意等 他再替客人献蒸 市场区隔奏效 几年下来 李承荣培养了一票死忠粉丝 定期报到采买 带回家和家人一起享用 外面很多的烏汤馒头 都会偷家糖 因为它可能 吃起来完全没味道不好吃 但你要好吃就是面种 面种一定要培养得很到位 我们这边附近 很多外省的客人都会来买 客人的肯定像是定心丸 让李承荣安心在小巷内定下来 一天一天磨练记忆 也用双手揉圆了别人眼中的 零零角角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实自己可以决定 很踏实 踏实很多 父母亲也会比较放心一点 开馒头店后 我觉得还蛮努力 然后一起努力 希望之后可以 越来越稳定 她说要变钻石 对 发光发热 现在就是了 有 这边就有一颗钻石了 好 在爱她的人眼里 李承荣修正错误 让自己往前进步 成为更好的人 工作认真投入 对未来有期待 自信光芒就已经比钻石更耀眼 更有价值